共餐已经炎然成为永和区长辈们最开心的事情 也变成是日常生活里面的习惯了 因此主办单位在举办共餐时 常常要来发想不同的创意 让长辈们感觉到他们的用心和惊喜 那么要来看到的是永和区的中心社区发展协会举办共餐 是结合了附近市场的小吃 让长辈们吃得真的好开心 中心社区发展协会每个月固定办共餐活动 长辈们吃久了也吃出感情 成为了地方社区联系情谊最重要的活动 我们中心社区就是办老人共餐 就是说这些老人比较不出 有些多伦理的 有些年纪多 久没有看到这些古畜兵 有些我们出来看到古畜兵 比什么更好 大家都很高兴 他现在问说你们儿子多大 那个我以前不得了 那个我以前有给他吃的五年 所以大家比什么的心情更好 不是吃的问题 这些人家家都吃得很好 我们办就是简单就办 中心安阳堂临近西州市场 因此地方里长也将西州市场的特色小吃 放进了共餐餐点里面 让长辈们吃得开心 又能够趁这个机会 更认识自己所居住的地方 今天我们的食谱 我们主要强调社区的老人共餐是说 经由我们西州市场的地方小吃 然后给大家享受西州市场不同的风味 像今天就特地准备挂包 茶叶蛋跟包子 都是我们西州市场里面的有名的小吃 这里的老人共餐不收钱 但是每次所为长辈们所准备的餐点 却是相当的用心 最主要的目的 当然还是希望长辈们能够走出家门 感受到外界的温暖 和认识更多的朋友 中家新北新闻永和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